我今天事实上 以晶圆代工的市场来讲 台积电传出连12寸的报价都要涨价 韩老师其实在今年的晶圆代工的价格 基本上从8寸涨到6寸 有一点外溢的一个效果 那现在连台积电呢 也都感受到了这个晶圆代工 中低尺寸的这个调涨价格的压力 甚至连12寸的这个价格也开始 有点类似像调涨 因为过去台积电在跟他客户 这个合作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一些让利的部分 就是说折让3到5%的这个价格 给客户一点点favor 那今年的部分 因为在价格的部分呢 有一些压力 反倒是从中低尺寸的倒逼回来 到高阶制程 也有一点点把这个让利取消 所以看起来有点点像是 变相涨价的一个现象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晶圆代工我们确定 至少到明年的上半年 它的整个价格调涨的这个趋势 还是没有改变 所以包含像是连台积电 都出现了这样的压力 你就知道说明年 在半导体产业当中的晶圆代工 这个价格往上调涨的压力 其实还蛮大的 那另外呢 就是说在这个苹果的部分 事实上市场上也传出来 就是说 这个苹果好像要砍掉 这个台积电的订单 那当然以目前看起来 郭明奇分析师有提到 就是说在iPhone的部分 因为它的需求 其实并没有转弱 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iPhone 12 相关的一些系列 或者在Pro Max 这个系列的手机当中 其实销售状况非常非常好 那既然会传出这样的一个消息 主要是因为亚细的外资 他传出就是说 在A14的订单 是被苹果给砍掉 那会让台积电 在明年第一季的整个 5奈米的产能利用率 从原先预估的百分之百 掉到百分之八十 那这个其实跟原先市场上 预估的落差就非常非常的大 当然就会造成台积电 股价的一些压力 不过 其实他这个 郭明奇分析师 他认为说 他是属于一个 季节性因素的一个调整 并不是说 真的是苹果 因为需求往下掉 而砍掉台积电订单 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在半导体产业当中 台积电应该还是能够 维持在五百块以上的一个价格 能够有一段时间 那现在在二线的部分 大家看到这个上个礼拜 联电的ADR 又出现了下跌的一个走势 所以台北股市的股民都很害怕 这个联电是不是已经玩完了 尤其是上个礼拜的外资 光是联电就卖掉了这个十六万张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数字 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台北股市呢 今天其实是承受到上个礼拜 费成半导体指数下跌的一些压力 今天是收跌了五十点 那么成交金额来到了两千三百二四亿 那外资在今天卖超了 大概有三十八亿的部分 那半导体的呢 还是一个盘中的聚焦的重心 那费成半导体指数 其实在最近的走势上面 相对比较偏弱势 那有回测月线的一个现象 包含像是在技术指标 也都有转弱的一个迹象 所以其实对于国内的半导体产业 在短期来说 应该是一个比较属于压抑的一个行情 那以台积电目前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十一月份以来 就是说当台积电看到 五百块的价位以上的时候 其实法人都是一直站在卖方 反过来说是散户都在一直承接 那当然是看好 接下来台积电年底的 这个配息的行情 另外在联电的部分更明显的可以看到 当联电的股价来到了三十五块以上的时候 基本上法人都是站在卖方 那都是散户在持续承接 那之所以能够有持续不断推升行情 原因是因为在国内的投信一直不断的在看好联电跟任养联电的股价 那回过头来呢 在这个金元代工的上游的部分 就是在环球金 那终于他又出现了一个这个并购的一个案子 那他去并购了德国的矽金元厂 就是试创的部分 那他的整个状况并购之后呢 会变成营收是全球第一大 产能会变成是第二强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信越啊 或者是胜高的部分 其实都基本上环球金在并购之后 可以跟他们去进行一个并列的动作 那不过呢 在这一起的并购案背后 我们看到有这个彭博的分析师 有开始有一些警告 因为就过去的整个金元代工产业在发展的同时 其实他认为环球金跟试创 他的表现是整体是比较落后市场的一个发展 那甚至呢在这一次并购之后呢 短时间当中他认为环球金没有办法 能够回收相关的这个投资的金额 甚至在未来在金元不断的 这个高阶制程推进的同时 他在金元的需求上面会往下掉 所以可能在未来的这个状况上面 也会稍微比较保守一点点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在高通的部分 看起来有掉掉苹果单的一个现象 那传出来是说苹果要去自主研发 所谓的手机的数据机的一个晶片 叫蜂巢式的一个晶片 那看起来其实市场上是觉得说 好像市场反应有点害怕 好像说高通不能够失去苹果这个客户 但事实上是苹果不能失去高通 因为要去研发一款崭新的晶片 其实至少要五到十年的时间 尤其是这一次Mac推出来 这M1的晶片也耗掉了它五到十年 所以其实短期之中 苹果要摆脱高通的这个掌握 基本上很困难 那当然我们国内的这个 谢建合社长也有提到 其实最近在整个经济景气复苏行情当中 他看到这个原物料一直不断的在上涨 包含像是铜 铝 铝 鑫 这种基本金属 都一直不断的在往上攻高 其实带动的是 明年经济景气复苏的一个预期 所以其实不论是在今年的半小铁产业 能够延续到明年的台北股市的行情 包含像是在全球景气复苏的过程当中 原物料的复苏也能够带动起 在国内的一些相关的传统产业的复苏 那尤其是领先指标的这个石油 它的价格一直不断的在往上攻高 最近我们看到在布兰特原油的部分 已经挑战到每桶50块美元的一个高点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经济复苏的领先指标 如果说在原油的价格 很多的利空袭击而来的时候 他都看到价格是持续往上攻高 甚至市场上原先看好 拜登政府上来之后 油价应该是会崩盘 他竟然没有崩盘 所以在明年全球对于经济景气的复苏 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期待 另外在这个伪创的部分 反而是遇到了一些相关的难题 在印度厂房的部分 竟然看到有这个厂房工人暴动 不过看起来应该是这个 他们官方是说这个伪创是说 是外部人进场去做这个犯罪的行为 而不是所谓的这个薪资的暴动 所以这个后续我们要再掌握一下 伪创的状态 因为听说这个目前看起来 还是有一些微幅度的损失 如果说今天在这个伪创的厂房 印度的部分能够克服这样的问题 其实未来在台湾的这些供应链 在印度的设置上面 应该就会有比较安全的一个状态出现